1944年 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 在东南亚战场 中国远征军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经过了浴血奋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胜利 然而 胜利不是无代价的 滇西反攻以松山战役最为惨烈 为了夺取这一要地 远征军将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现在我们就来重溢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1942年3月 日军进攻缅甸 应英国的请求 中国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 与盟军一道抗击日军 由于英军连连败退 失去掩护的远征军作战失利 一步退入印度 另一步退入云南 气焰嚣张的日军趁势追击 陆续占领 腾冲 龙岭等地 危急时刻 中国军队炸毁通汇桥 并调集重兵 才将日军阻止在沐江西岸 而滇缅公路完全中断 在此后的两年里 中日两军在滇西隔江对峙 其实早在1942年底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 就策划了代号为安纳吉姆的反攻计划 准备在印度组建中国驻印军 在云南组建中国远征军 两支部队由美国提供装备和训练 一旦整训完毕 驻印军向缅北推进 远征军则向滇西反攻 两军以合围之势打通滇缅公路 进而收复缅甸 该计划得到了中美首脑的支持 直到1943年 整个二战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丧失了主动权 因此罗斯福和史迪威 都希望中国军队立即发起反攻 可是直到1944年初 中国统帅蒋介石却始终按兵不动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日军败局已定 不愿自己的嫡系部队 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消耗 所以迟迟不堪出兵 但是到了1944年 罗斯福以断绝援助相威胁 迫使蒋介石出兵 同时英国也要求中国 尽快再边际发动攻势 以牵制日军 蒋介石终于下定了反攻滇西的决心 命令远征军各部 在1944年4月底做好战斗准备 于5月初在怒江西岸集结 并任命魏力皇为远征军总司令 滇西战役终于在1944年5月11日打响 远征军顺利渡过怒江 但随后在高离贡山遭遇日军的顽强阻击 但让魏力皇不明白的是日军的防线为何如此严密呢 原来日军在战前意外获得了国军密码 通过破译电文得知远征军战前的详细部署 随即将逐力调往腾冲 战斗打了十天 中国远征军才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泄密 远征军总司令魏力皇立即更改部署 命令第十一集团军于1944年6月初赌江 向隆陵发起进攻 第十一集团军首先要面对的 就是日军重兵把守的松山阵地 从1942年侵战滇西以来 日军就将松山视为防守重地 日本南方军司令部在此囤铸重兵 修筑攻势准备做长期固守 驻防松山的日军总兵力约三千人 由五十六师团的第113连队长松景秀志 担任首辈队长 在占据松山的两年时间里 日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此修建了规模空前的防御工事 将整座松山挖成了一座 战壕纵横暗保密布的山地要塞 为了加强防御效果 日军费尽了苦心 主堡垒下层修建了掩蔽锁和凉弹仓库 用于屯兵和储藏物资 堡垒顶部用粗大原木覆盖 再铺上数层三十毫米的钢板 最后盖上厚达一米的基土 普通的山野炮难以将其破坏 即便是一百五十毫米炮弹直接命中 堡垒内部也仅仅震动轻微 当中国远征军兵临松山时 日军拉梦守备队约有兵力一千三百四十人 除去伤病员实际兵力约一千人 装备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八门 山炮步兵炮十二门 速射炮两门 迫击炮两门 重击枪八艇 轻击枪三十艇 制弹铜九十余支 囤积了可供三个月作战的凉弹吉扬 准备依托有力攻势赋予顽抗 一座无名小山 却成了远征军难以逾越的天欠 临危受命的第八军能否扭转战局 中国军队的情报工作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对日军的兵力部署完全缺乏精确的掌握 在开战前 国军七十一军上下 乃至第十一集团军都认为占领松山 指日可待 然而 这种轻敌行为 使远征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为了攻占松山 远征军集结了上百门轻重火炮 获得了压倒性的火力优势 1944年6月4号 国军新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 占领了松山以南的竹子坡高地 次日 第八十二团攻上阴登山 随即遭到松山阵地的炮火覆盖 伤亡惨重 在随后三天里 新二十八师连续突击 军围日军的交叉火力所挫败 乌漏偏方连天雨 在松山战斗陷入胶着时 远征军在隆陵又出现了危机 日军集结重兵驰援隆陵 从背后攻击国军第七十一军 使该军一度进退失聚 而腾冲方向的攻势也极为不顺 更严重的是雨季即将来临 远征军的补给线随时有中断的威胁 如果一线部队缺乏补给 整个反攻就会面临失败 因此夺取松山 恢复交通线 就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 就在前线各部陷入苦战之时 魏力皇开始考虑 调动总预备队参与攻势 然而预备队还在后方 松山成了远征军 难以逾越的天界 1944年6月18号至20号 国军新二十八师 拼尽全力连续攻击 终于借助夜袭 成功占领阴登山 至此参加松山攻击的远征军各部 已经伤亡1600人 6月20号 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 中斌亲临松山指挥 以新二十八师第117团为主力 向松山发起全面进攻 激战数日依然进展有限 文一的成果是 经过一手后 终于巩固了阴登山阵地 在投入一个师苦战禁一个月后 中国远征军仅仅攻占了 松山的外围阵地 攻击部队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只能将重任交给更有力之部队 从渡江到进展阴登山 是松山之战的第一阶段 只称为一攻松山 谁也没有料到 中日两军在这个弹丸之地 争夺近达十次 新二十八师严重伤亡 终于让远征军 认识到松山之战的艰险 威力皇深知 拿不下松山 下面的仗就没法打了 他即刻命令 第八军赶赴松山前线 那么第八军 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 他的加入会改变整个战局吗 国军第八军下下荣誉一师 103师和82师 战斗力较强 是国军公认的王牌 第八军军长何少周 命令各部在三天内集结松山 1944年7月5号拂晓 第八军以荣一师 荣三团和二十六团为主攻 在炮火的掩护下 向松山发起进攻 虽一度占领前沿阵地 但在日军凌厉的反击下 第八军伤亡惨重 国军第八军是何应钦的嫡系部队 该军待遇优厚 战斗力强悍 其中下辖的荣誉一师 都是由前线商誉归队的老兵组成 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在与新二十八师换防时 第八军颇显傲慢 甚至认为新二十八师不垮 就没有自己立功的机会 前几日进攻的失败 让何少洲意识到攻去松山 绝非一师 他接连召集属下开会 研究作战方案 通过总结教训 与会者都认为 松山阵地攻势坚固 炮火难以摧毁 而其南面的滚龙坡 在地形上非常有利于步炮协同 最后何少洲决定改变攻击突破口 国军第八十二师 第二十六团一步冲上高地 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拼刺技术过硬的日军占据优势 何少洲见此情形 立刻下令炮兵开炮 炮兵任泪发炮 正在搏杀的双方使兵被炮火吞噬 正是以这种决绝的精神 远征军最终攻克滚龙坡 取得了自开战以来的第一个关键性胜利 其实滚龙坡只是日军的前进阵地 而非核心阵地 所以距完全攻克松山还有遥远的距离 进入八月之后 蒋介石已经逐渐失去耐心 向远征军司令部下达了 务必快速攻克松山的命令 同时电告魏力皇 若松山久攻不下 以至于影响大局 军师团长已一物战机领罪 攻克滚龙坡后 远征军下一个目标 就是松山主峰 其中最难啃的骨头 就是主峰下的紫高地 远征军曾经四次攻上顶部 最终都无攻而返 和少洲如热锅上的蚂蚁 既然强攻无效 那该用什么方法制取呢 在国军第八军军部会议上 第八十二师师长王博勋 向和少洲建议 采用坑道爆破法 炸掉紫高地上的堡垒 即挖掘坑道 把炸药塞进堡垒底下引爆 和少洲对部下提出的爆破法 非常赞同 从1944年8月3号开始 第八军工兵营 就在紫高地两侧开始决进 在美军顾问的协助下 15吨天梯炸药 直接从加拿大运抵云南机场 然后转至松山前线 舍生取义 向我开炮 中国将士的决死争战 给美军顾问留下怎样的震撼印象 然而拿下紫高地 只是更残酷战斗的开始 日军连续反扑 远征军将士将如何肃清残敌 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机密正在为您解密 为了掩护坑道作业 国军第八军各部 向松山主峰各阵地 实施牵制性的进攻 参与进攻的部队 均损失惨重 另一边 第八军数百名工兵分为两班 在离堡垒150米处的山坡下 开始挖掘 在作业期间 尽管日军已经有所察觉 试图阻断坑道 但都未能得逞 终于在日军堡垒下 完成两条长30米的坑道 在炸药装填完成之后 所有的爆破工作 也已准备就绪 1944年8月20号 随着河少洲下达起报令 几秒钟后 大地连续颤动了几下 只见此高地的大型堡垒 被拖起数米高 然后歪向一侧倒塌了 在报音未落之际 荣一师荣三团就急速冲上高地 将军旗插上山顶 除了五名被震晕的日军外 数十名日军官兵尽数嗓名 不甘心失败的日本真郭大卫 组织残余兵力 连续实施反击 竟一度夺回了紫高地 得知阵地丢失 第八军军长河少洲大发雷霆 那可是付出巨大代价 才夺取的山头 他不敢把消息伤报魏力皇 而是立即叫巴沙尔师 组织赶死队 重夺紫高地 在当晚 高地上沙声震天 经过一夜混战 天亮后的紫高地上 一片惨壮 美军顾问团成员 温夏克少校 进到四周密密麻麻的尸体 温夏克感叹道 嵩山不是战场 而是中日两国仇恨的了结之地 直至1944年6月22号 第八军终于牢牢地控制了紫高地 拿下紫高地 只是更残酷战斗的开始 嵩山的主要阵地 都还在日军手中 远征军总司令魏力皇下达的 8月26日前攻占嵩山的命令 还是落空了 此时 国军1030309团 赶到了嵩山前线 这是第八军最后的胜利军了 何少周决心 以309团为主攻 最后解决嵩山战斗 刚刚从龙陵归来的 第八军副军长李弥 受命指挥进攻 到1944年8月底 日军只剩下长陵港阵地了 第八军这次能否以一己之力 夺下嵩山 1944年8月29号 国军第1030第309团 向长陵港阵地展开紧攻 占领表面阵地 至9月1号 远征军官兵使用火烧 爆破等各种方法 逐个轻服日军据点 最终将嵩山主峰各高地 全部攻克 残余日军 只能退往嵩山北侧的 黄土坡阵地 做最后顽抗 反观日军一方 金光少佐因为掩体被炮弹轰塌 而遭活埋身亡 郑国大卫以金光少佐的名义 继续发布作战命令 战事危急 郑国大卫 最后向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求援 但由于五十六师团 在腾冲龙岭等地 与远征军激战 所以无法派来援军 嵩山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 最后的阶段 依然充满了血腥 尽管日军富于顽抗 但是对于远征军而言 不击毙最后一名日军就不能宣告胜利 远征军最后将如何彻底肃清完敌呢 在黄土波及战中 日军三号高地成为焦点 国军第1030第三名酒团曾占领高地 但在夜间遭日军偷袭而丢失战地 远征军总司令魏力皇文志震怒 以军人连坐法严令反击 第1030第三名酒团全体集合 仅剩400余人 1944年9月4号 代理团长亲率赶死队 向三号高地发起决死冲锋 日军拼命顽抗 战至5号黎明 第1030第三名酒团 在荣医师冲三团的支援下 击退日军逆袭 巩固了阵地 此时全团能战斗的人员 仅剩20余人 嵩山血战迎来了终点 日寇甄国大魏 开始做灭亡前的最后准备 他下令向众伤员发放毒药自尽 一些伤兵不愿服药 以手榴弹自爆 甄国让炮兵中尉 木下昌寺等三名日军 换上便装之后 带着自己的绝笔信 逃离宋山 最后 真国将军旗缠在自己的腰间 独自寻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焚旗自杀 在1944年9月7日的黄昏 宋山周边的枪声渐渐停息 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 第八军副军长李弥 呆坐在一块石头上 沉默不语 热泪盈眶 只有他知道 为攻克松山 远征军失去了多少 桃泽弟兄 松山之战前后 历时近百天 日军自金光惠次郎 少族以下 1250人被歼灭 日军苦心经营的松山要塞 被彻底摧毁 国军伤亡余万 双方的伤亡比达 一比六 第八军 第103师在后方整编时 师长秦寿春看到全师只剩下两个连 立刻放声大哭 滇西反攻胜利后 国民党第八军因为伤亡惨重 调至云南宝山修正 中国远征军第八军攻克松山 立即打开了滇西战场的僵局 源源不断的物资和部队 通过滇免公路开往前线 加快了滇西反攻的进程 至1945年初 中国远征军解放全部滇西国土 并与驻印军在盟友胜利会师 实现了打通中印交通线的战略目标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军国主义也即将走向灭亡 嵩山之战的胜利 是中国远征军付出巨大牺牲后获得的 远征军将士们杀敌欲辱 舍生忘死的精神将永存史册 1937年11月的一天 一群日本兵突然举着明晃晃的刺刀 冲进了苏州南十字街上的一所民宅内 翻向倒柜 搜遍了宅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却一无所获 随后他们隔三差五就来搜查 有时候甚至是一天七次闯入 民宅的主人是一位年轻的女人 这位年轻的女人是谁 日军又在搜索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个女人叫潘达瑜 此时呢 她才刚刚二十出头 也是当时苏州首居一旨的明文望族的当家人 而日军反复搜查她的家 是冲着一个国宝来的 这是一尊有着重气洪宝之称的西州铜顶 叫大鱼顶 这尊顶呢 高一百零一点九厘米 重一百五十三点五公斤 是迄今为止 出土的西州最大的青铜银 日本人为什么要到潘家 搜寻这尊顶 而这尊顶 跟潘达瑜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这还得从大鱼顶的出土地 陕西齐山开始出土 1849年 大鱼顶在陕西齐山里村出土后 立即被齐山首富 一位名叫宋金剑的人高价购买 然而他买下这尊青铜银之后 还没在手里五热骨 就被齐山县令周刚胜强行霸占了 当年齐山县令周更胜 抓了宋金剑的儿子 不陷他勾结奸商 倒卖思严 要挟他用大铜顶来交换 宋金剑无可奈何 只能够是忍气吞声 用顶换回了自己的儿子的性命 铜顶被夺走之后 宋金剑是悲愤交加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冥冥之中 他和大丁的缘分 并没有救死终极 大鱼精剑走更生抢走以后 宋金剑他很欺疯 他形成笑 光有钱不行 还要有诗 这个诗必须作怪 于是他们这个宋家奔生 是诗笑能见 他原来都有魔法 就是他们最后奔生 就是一个羞彩 他下的决心 发生脱使 宋金剑的努力没有白费 1850年 他如愿以偿 不但金榜提名 而且中了汉林 终于进京做了官 宋金剑到京城做官 虽然还没有来得及 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周庚盛的耳朵里边 可是把他给吓坏了 这个做贼心虚的周庚盛 整日里就生活在恐慌之中 生怕宋金剑前来报复 毕竟他这个顶得来的不是很光彩 他不是很光彩 所以他经常回到家里以后 经常做噩梦 梦见他被人搁的大顶里给烹煮了 他觉得都是不想制造 于是周庚盛把大鱼顶 转手卖给了一个古董商人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宋金剑竟然在北京琉璃厂 再次遇到了这尊大鱼顶 这一次他毫不犹豫 用了三千两白银 将大鱼顶再次买了回来 可惜的是 得到大鱼顶没多久 宋金剑就因病去世了 江湖上立刻就有人传言呢 说这个大鱼顶是国家重器 一般人这个命不够硬 没底气 能够担待得了 一时之间 京城收藏剑 谁都不敢再接受 这烫手的善意 这大鱼顶虽好 可谁能够镇得住它呢 几经周折 大鱼顶终于到了 晚清众臣左宗棠的手里 左宗棠对大鱼爱不释手 然而没过多久 左宗棠竟然把心爱的大鱼 拱手送给一个叫潘祖印的同僚 而大鱼的这位新主人潘祖印 让大鱼顶的命运到底又产生了什么变化呢 一份患难之交的情谊 让大鱼顶有了安身之所 为了陈列大鱼顶 潘祖印还专门在家中修建了这座潘古楼 一场通如其来的变故 使大鱼顶陷入危机 年轻女子潘达鱼 能否守住大鱼顶 湖北卫视大揭秘 正在为您解密 首先 他弄明白了 这个大鱼上头一共有291个字 而且呢 这个大鱼的主人 他也识读出来了 通过解读名文 潘祖印得知 这尊大鱼诞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是为了纪念西州王朝第二代国君周康王 而特意铸造的青铜礼器 铸造者是一位叫做鱼的臣子 因为保顶名文中提到贵族鱼 所以潘祖印就将这件保顶 并名为大鱼顶 而这个名称从此就一直沿用下来 他还将大鱼顶藏在府中 从不是人 即使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也只能看到顶内名文的复制本 为了陈列大鱼顶 潘祖印还专门在家中 修建了这座潘古楼 将大鱼顶奉为潘宅的镇宅之宝 从此大鱼顶终于摆脱了颠沛流离的命运 有了一处安身之所 大鱼顶能否安然无恙 从此隐身于潘古楼当中呢 1897年的一个傍晚 在北京米市胡同内的攀宅中 秘密的搬运工作正在进行 箱子里装的并不是普通的财物 而是树木惊人的卷轴字画 古籍扇本和金石古丸 还有那尊潘族印从不是人的大鱼顶 为什么潘家老少会在死时 连夜收拾行装 急匆匆地离开北京 而这尊珍贵的大鱼顶 他的命运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兴起 清王朝的统治早已是风雨飘摇 身为军机大臣的潘族印 突然被慈禧给罢关了 他从此就变得是郁郁寡欢 得了重病 勉强支撑到1890年 潘族印病情恶化 去世了 潘族印去世后 潘族印所有的遗产 就由弟弟潘族年全权处理 潘族年深知 哥哥在世时因为位高权重 没人敢打大顶的主意 但随着潘族印的离世 潘家在朝廷中也就没有了依靠 又怎能跟全臣贵族抗衡 他连这个兄长的光果 再加上他的收藏 据说他广他的收藏 他就是装了四船 从京行大运河就运回老家去 这里呢是位于苏州南十字街 一所僻静的宅院 当潘族年从北京返回苏州以后 就将带回来的所有物件 都存放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终日与满屋的青铜器 和书画善本为伴 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为了保护好这些藏品 潘家制定了一条严格的家规 对于家中的收藏 潘家后人都要谨守护持 密布誓言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即使再周密的保护 潘家有保的消息 还是不静而走 不久后 麻烦便不断的找上门来 首先找上门来的 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 潘祖年早就听哥哥潘祖印 提起过这个人 潘祖印在世的时候 端方就曾经来过潘祖印家 想要看看这尊大帝 并且想要收购他 因为遭到潘祖印的拒绝 两人曾经闹得很不愉快 虽然这段往事过去很久了 潘祖年的确是没有想到 哥哥去世以后 端方居然亲自找到苏州来 而这个时候的端方 全是更非早年所比 当时潘祖印在的时候 他拿不到 那个比他关得还大 当时他做两江总督了 他反正想来借来看看 当时就是你借了 还有还的日子 面对端方的请求 潘祖年露出了一脸为难的神情 他想了想对端方说 大鱼鼎早已在搬家过程中丢失 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尽管潘家 蜿蜒回绝了端方的要求 内心却是十分的忐忑不安 虽然遭到拒绝以后的端方 草草告辞 但他为了保顶 能够一路追到苏州 绝对不会就这么如此的 善罢甘休 不知保顶的去向这种话 只能够是勉强敷衍一时 难保他以后不会再来 潘祖年 惊出了一声冷汗 然而 就在潘祖年一筹莫战的时候 突然传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后来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了 这个端方呢 去派去镇压这个保禄运动 在四川保禄运动 最后被革命党人砍头了 端方的死 使蒙罩在大雨顶上的最大威胁得以消散 得知消息的潘祖年 盘踞心里多年的大石头 也终于落了地 此时 潘祖年的孙子潘成静已经成年 于是潘祖年忙着张罗给孙子筹办婚事 1923年 18岁的丁达瑜 成了潘家的孙媳妇 为了表明新娘子一进家门 就是潘家的人 于是潘祖年给她改了姓 叫潘达瑜 也就是节目开头 那个与日本兵周旋的女人 可是 新婚不到一百天 潘成静 却因病逝世 1925年 潘祖年也离开了人世 命运三拐两拐 终于拐到潘达瑜这儿了 那么潘达瑜能否撑起整个家义 保护好那尊被潘家人视为生命的大顶呢 兵荒马乱 盗贼猖獗 沐山守着大鱼顶 对潘达瑜来说究竟是福还是户 即便是家中被窃潘达瑜也不肯报警 面对盗贼 面对盗贼与日军 潘达瑜将大鱼顶藏在何处 一名坚强苏州女子 演绎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互保传奇 湖北卫视大揭秘 正在为您解密 虽然潘达瑜常年深居简出低调形势 但是潘家今时收藏大家 潘祖印的名号却还是吸引来了很多捕俗之客 很多古董商人都慕名而来 其中有一位古董商人竟然开出了60条大黄鱼 外加一栋高级花园洋房来交换大鱼顶的条件 潘达瑜所在的那个年代 大黄鱼是黄金的另外一个别称 而60条大黄鱼 以今天黄金的价格来说相当于600多万人民币 不仅如此 古董商还附加了一栋花园洋房 然而即使潘达瑜此时家境窘困 面对古董商提出的优厚条件 潘达瑜却还是回绝了 这位古董商人后来又提高三倍价钱 依然没有说服潘达瑜 只得失望地离开 然而鸣枪一朵暗箭难防 潘家被窃贼光顾了多少次 潘达瑜也记不清了 所幸呢 那些毛贼只是偷走了一些小件的物品 像大鱼鼎这样的重器 那是绝对搬不动的 时间到了1937年的七月 抗战全面爆发 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当中 大鱼鼎和守护着他的潘家能否躲过战火 安然无恙呢 1937年11月19日 苏州沦陷 日军刚刚占领苏州没多久 一队日本兵就迫不及待地闯进了潘家 日本兵在潘家是翻箱倒归到处的搜索 但是除了一些小件的青铜器之外 却始终没有看到传说当中的大鱼鼎的身影 经过反复搜查 日军仍旧是一无所顾 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 宝鼎就藏在他们的脚下 早在苏州城被日军攻陷之前 潘达瑜就担心战火随时都可能 从上海蔓延到苏州来 而家中的收藏树木庞大 杜仪携带 尤其是大鱼鼎 当时想的方法就是在他居住的堂屋 地下挖了一个窖 把这个大鱼鼎 还和这个另一个著名的打刻鼎 一起装箱埋在地下去了 随后潘达瑜就叫人盖上香盖 填平泥土 按原样铺好方砖 还在买顶的位置上放上了家具 不留任何的痕迹 这次买顶的行动呢 潘达瑜没有惊动更多的人 只是找了自己的姐夫和八弟 还有家中几个信得过的匠人 临走前呢 潘达瑜还对这几个匠人说 只要严守秘密 潘家养活你们一辈子 1937年11月19号 日军占领苏州以后 在全城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像潘达瑜预料的那样 日本人果然直扑潘家大宅而来 威逼潘家交出文物 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搜寻审讯 但潘达瑜一直守口如瓶 大鱼鼎和众多珍贵文物 就这样黯然躲过那场灾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第二年夏天呢 上海市文广会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上呢是这样写的 卸念渝克二大鼎 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 极其筑藏得索 克保永久 承愿将两大鼎呈现大部 并且播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 共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信心人呢 正是已经守护了大鱼鼎和大克鼎 二十多年的潘达瑜 1951年10月9日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与潘达瑜办理完文物交接手续 在举行捐赠仪式的时候 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就是在这样一位江南骑女子的精心策划下 大鱼鼎又一次躲过了劫难 得以保全 捐顶以后 国家发给了潘达瑜一笔奖金 虽然当年家境并不富有 但是潘达瑜仍然将奖金全部捐出 支援抗美援朝 捐出大鱼鼎后 潘达瑜又数次捐出了家中其他文物 2007年8月 潘达瑜走完了他102载的人生 与世长辞 岁月沧桑 往事如烟 但在上海博物馆的纪念墙上 捐赠者潘达瑜的名字 永远留存着 潘达瑜的一生 用行动印证了潘家 对文物谨守护持的态度 如今 历经风雨的大鱼鼎 静静地注力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 周深散发出一种 喜恋凝重的大价格 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事 大鱼鼎内的名文 更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陈属关系的重要史料 他自出土至起 几经达转 风波不断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 大鱼鼎终于有了归宿 而关于潘达瑜守护宝铁的故事 也将世代流传